健康益生青 越看越年轻 大家好 我是楚军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健康益生青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现在这个天啊 你说寒冬腊月 雪天地华 大家有很多都注意防摔 不要小看摔跤啊 有的朋友这一摔 可能这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没错啊 这个摔倒是占我国65岁以上人群 意外死亡的首位啊 这种摔倒大家都经受不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摔 由此产生了一些防摔的方法和产品 来 健康小雷达今天搜到啥 我们去看一下 健康小雷达今天搜到啥 人帮了一款智能马甲 当你意外跌倒时 内置的传感器 接着到身体处于失重状态 就会细处弹出安全气能 包括住身体的重要部位 大脑降低的跌倒对老人造成伤害 冬天穿有用服怎么穿 夏天热怎么办 防摔马甲还不是很成熟 防摔马甲 像前仰摔倒的话 前面没有保护 脸不会被擦伤吗 感觉没啥用啊 条件太可刻了 真要给老人用 他也不会用啊 你看这种啊 防摔的这种马甲 很多伙伴说 到底好不好用啊 那我们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们有没有日常生活里面 防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另外摔倒之后 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这些问题 我们通通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 给大家解答 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沈阳市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蔡振存医生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这个意外摔倒可是挺危险啊 但是最近呢 大家这个热议的 非常火爆的防摔马甲 能够预防咱们摔倒之后的 严重的后果出现吗 这个想法挺好 并且这个防摔马甲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确实对人体起到保护作用 它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汽车的这个安全气囊 当这个交通事故一旦发生时 这安全气囊就弹出来 然后呢 从而起到保护人体这个作用 但是呢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比如说第一就是穿戴 我们平时穿的过程中 它并不一定是说很舒适 特别冬天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把它穿进去 这都是一个问题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一旦突然发生 意外情况摔倒的过程中 那它是否能弹开 对不对 它这个确实能撞击一点 正好引发这个安全马甲冲气 所以说呢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改进 我们也讲过了一个 这个叫做聪明的摔倒 也就是说靠我们自己 可能更靠谱 对不对 当摔倒的过程中 我们掌握一些摔倒的动作要领 然后从而最大程度减轻的 这个力量对人体的这个撞击 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说到聪明的摔倒这个事 还记不记得咱们聪明摔倒的三字诀是啥 弯滚缩嘛 这三字口诀 之前我们节目里边也跟大伙提到过 我吧没事就想想弯滚缩 没准就什么时候摔倒了 下意识就能做出来了 确实是啊 这三字要求非常重要 平时的时候在自己的心里多默念几句 然后可能是说突然发生一个失去平衡摔倒 但是一旦把这个方法想起来 可能能够减少对人体这种直接的损害 这个弯呢 就是我们在摔倒的过程中 习关节首先要弯曲 这个滚呢 就是说我们在摔倒的时候呢 使这个人体和地面的点对点的撞击 通过滚的这个动作 变成了点对面的这种撞击 说呢就是我们把四肢和头部 在摔的一瞬间滚的同时 向这个人体躯干部位进行收缩 从而减少呢 这个力量对四肢和头部的撞击 那么当然呢 摔的过程中呢是聪明的摔 那么起也很重要 你看蔡老师说了 聪明的摔倒 这个可以减少第一步我们的损害 那怎么样能做到很聪明的再站起来 这个又有说法了 但是电视机前的伙伴可能就会想了 就是我一开始也这么想的 说起来要么就能起来 要么就起不来 这里边还有什么聪明不聪明的 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呢 好 当我们看了下面的新闻之后 大家可能你的认知就不一样了 前一阵 山东微海的73岁王女士 有天晚饭后准备下楼溜弯 下楼梯时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手机也被摔了出去 王女士着急去捡手机 吃力的爬起来后 没站稳便再次摔倒 而这次摔倒撞击到了王女士的头部 导致了她昏迷 幸好有邻居发现了她 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王女士被诊断为脑溢血 经抢救才转位为安 经过了解 医生表示 王女士摔倒后 如果没有那么着急的起身 可能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最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49岁的孟先生 下班骑电动车回家 上坡时电动车突然断电 孟先生直接从电动车上摔下 因为摔在了马路上 孟先生觉得挺丢人 连忙起身 去台电动车时 突然感觉宽部剧痛 无法站立 便自己拨打了120 经过医生诊断 孟先生为宽骨骨折 需要马上手术 不然就有瘫痪的危险 医生还表示 孟先生的这种骨折 多是鼓励后 发生胃移引起到 所以如果孟先生摔倒后 没有那么着急的起身 可能就不会导致 如此严重的后果 看起来摔倒之后 如果太仓促的起来的话 后果确实挺严重的 摔倒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部分人 是有原发性疾病 比如说突发的脑出血 脑血栓 或者说突然的告血压 那么这些内科疾病 也会造成头部的晕厥 然后摔倒 但是这也不是 我们今天所讲的 这种失去平衡用摔倒 我们今天所说的 主要是指 突然的这种失去平衡 磕磕绊绊摔倒这种情况 摔倒的时候 人体和地面之间的撞击力 从骨壳角度来说 可能发生骨裂 骨折 或者是内脏的损伤 但是在起的过程中 如果说 没有掌握好平衡 突然的站起来 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摔倒 本来第一次摔 没怎么样 那么第二次再摔的时候 两次力量的撞击 那么这个危害可能就大了 再摔 可能你摔的就是头部 那么当头部和四肢相比较而言 头部摔上危害性更大 看来一旦失去平衡摔倒之后 大家切莫太要强 对吧 一定要学会智慧的起身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 智慧的起 避免二次受损伤呢 你看我们这个聪明的摔 送给大家三个字 是不是 那么智慧的起 也送给大家三个字 第一个是动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爬 第三是扶 那又是三字口诀 动 爬 扶 那这个动是指什么呢 动呢 就是指活动 运动 当我们不小心 不慎摔倒之后呢 不要着急立刻站起来 要把自己全身的关节 自己呢动一动 掌握的原则就是 由肢体的远端向近端 比如说下肢 我们先动一动脚 然后呢 再动一动怀关节 洗关节 宽关节 那么上肢呢 我们先活动活动 手指头 对吧 手腕 肘部以及肩部 当四肢活动完 这个过程中呢 你要去体会 在活动过程中 有没有疼痛 如果哪一个部位有疼痛 那么这个部位呢 很可能发生骨折了 第二呢 就是有没有活动受限 当你动的过程中 你发现动不了 一动呢 就疼得特别剧烈 或者是说 一动的过程中 用不上力 本来我这个上肢胳膊 王姐一抬能抬起来 现在发现抬不动了 那么这些呢 都有可能造成的是神经损伤 所以说动 就是指在原地 轻轻地活动活动 感觉一下 有没有疼痛 有没有活动受限 你看刚才新闻里 这个孟先生 如果他一起身 之前他动一动的话 他这个别那么仓促 布隆就起来了这种的 就可能避免了 从骨裂到骨折的过程 对 他动的过程中 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疼了 他可能就不站起来了 对不对 那么一旦出现疼痛 你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 你像刚才这位先生 他没有动 他突然地起身站起来 那么当他发现疼的时候 这个骨折可能已经一位了 由简单骨折变为复杂的骨折了 说完的动 我们再说说爬呗 这个爬是指 爬呢就是指什么呢 如果我们摔倒 经过四肢的活动 发现没有疼痛 也没有明显的活动受限 我们仍然不要立刻就站起来 而要进行爬的行走一段 那么怎么爬呢 如果说我们摔倒的过程中 本身就是俯卧位的 那么我们就想前爬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本身摔倒的过程中 是头朝上的 那么你先翻个身 在爬走的过程中呢 要向着你可以扶的地方去爬 比如说向着床的方向 向着桌子的方向 向着椅子的方向 对不对 或者向着墙 以及其他支撑物的方向爬 在爬的过程中 一是为扶着 其他的支撑物做准备 另外呢 你也可以在爬的过程中 进一步地检测你的躯干部 特别是脊柱 以及髋关节有没有受伤 好了 还剩个扶字 这个扶是自己扶东西 还是别人扶起来呢 靠人不如靠自己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在你爬的过程中 要向着可以扶的地方爬 比如说墙啊或者桌子 那么我们当爬到桌或墙 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上肢 去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使这个力量不仅仅是由下肢 去全部承担 然后逐渐扶着其他可扶持的物质 慢慢站起来 有两个好处 第一呢就是在扶的过程中 防止自己的平衡进一步失去 你可以避免二次摔倒 第二呢就是说 通过扶这个动作 是四肢在共同的使力量 包括躯干部共同用力 来使自己变得站起来 所以这过程中呢 所有的身体的力量分散了 相对来说呢 就是对人体这种保护作用 就更强了 动 爬 扶 这智慧起的三字口诀 大伙呢一定要记牢了 那我们互动平台啊 网友提的问题啊 也是挺实际的 我们去看一看啊 网友小鹿乱跳说 不是啥人都需要 这么智慧的起吧 我昨天就被石头绊了一下 往前踉跄了 两步摔倒了 但我知道啊 肯定没事 还有网友明明很在意 他说 前几天呢陪我姥姥去溜弯 我姥姥衣服被公园的栏杆 刮着了 我感觉就是慢慢地摔倒了 我觉得啥事没有 结果姥姥呢 手腕啊是粉碎性骨折 老年人真是伤不起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三字诀啊 它特别适合于 一定年龄段的人 在这呢送大家一个数字 六十 也就是指六十岁以上的人 如果一旦摔倒了 都要遵循这个三字口诀 就像刚才咱这个网友所说的 他的这个家里的老人 六十岁以上的 那么仅仅是 一个轻微的摔倒 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手一处地 那么结果发生了 手腕部的这种 绕骨远端的粉碎骨折 这个也是在我们临床 特别常见的 每天我们医院能收 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患者 也就是啥呢 六十岁以上的人群 它这个骨质疏松 特别的明显 即使你受到轻微的外力 那么也可能造成 很严重的这种骨折的情况 所以说六十岁以上的人群 一定遵循我刚才说的 这个三字口诀 那么如果是年轻人 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这种摔倒过程 判断一下 是否在自己这种 可控范围内 缓慢地摔倒 有没有对自己的骨关节 造成损伤 如果说判断 冲击力并不大 没有这种明显的骨折现象 那么年轻人呢 也可以不遵循这种三字口诀 看来这个摔倒后 如果起不好 这危险性确实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这个智慧起的 三字口诀 冻 爬 福 大伙没事 咱们就在心里边 多合计合计 那我们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 就说都是走道 那为啥有的人呢 就都能走得好好的 有的人就是一摔体质呢 我真的是一摔体质 今天又摔了 这次摔得好痛啊 就感觉从脚趾到天亮盖 好疼啊 原来的瘀青还没削下去 又在原来的伤口磕到了 疼死我了 我发现自己是一摔体质 印象中每年都要 至少摔一两脚 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冬天课间操提正不摔 电增高垫有时候 还平地摔 偶尔崴崴脚 基本都习惯了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那么决定我们 容不容于摔倒呢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这平时的锻炼 咱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经常咳 咳得全身没有力 痰多痰年 转向堵着一口气 气短气喘 喘得上气没下气 反复咳 痰 喘 你的肺功能再减弱 你知道吗 光止咳化痰还不够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止咳频喘 补肺 补强肺功能 来补补肺吧 补强肺功能 咳 止得住 痰咳得出 气喘得顺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起 干啥都给你 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亲 欢迎大家观众 健康一身亲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好 今天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咱们的老朋友 来自沈阳医学院 附属中心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蔡振存医生 欢迎蔡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上一节有朋友就纳闷 说咱们都是走道 人和人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有的人是不是就一摔体制 确实是如此 你看即使是相同年龄段的人 都是六七十岁 比如说这两个人都是同学 还是同事一起退休的 但是有的人就爱摔 有的人就不爱摔 原因是什么 是个人的体制决定的 那么决定我们容不容于摔倒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那三方面的话 我猜这里边肯定有平衡力的问题吧 对 就是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 其实决定是不是摔的 最主要因素是平衡力 以前我们也讲过这种平衡感 对吧 你如果这个人在直立行走的过程中 这种平衡失去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容易向一个方向倾斜 然后就容易摔倒 所以说平衡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而这个稳定性 主要取决于下肢的肌肉力量 底盘嘛 对不对 底盘不稳 这个车也就不稳 人也如此 那么当这个大腿的肌肉力量 如果说下降 或者说肌肉力量失去这种对称性平衡时 容易造成这个腰以及腿部的这个平衡感丧失 那么比如说当向一个方向倾斜时 我这个大腿没有劲 它支不住了 那么这个膝关节带长呢 就会打完 就会摔到 另外就是小腿的肌肉力量 小腿的主要作用是 这个踝关节的背身 以及这个小腿的上提 那么当小腿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走路就容易发生这种拖乱的走 比如你走走力量 突然踢到了地面上 而主要是因为这个小腿它没有力量 这个鞋和地面相互发生了一种可半所造成的 所以说小腿没有力量 容易造成这个脚和地面相互半 而大腿没有力量呢 容易造成这个下肢的这个平衡感丧失 所以说大腿肌肉力量 小腿肌肉力量 以及这个平衡感 这三方面是决定老年人 是否容易摔的主要因素 看来呢 想要少摔倒 除了这个摔倒时候的智慧 这平时的锻炼 咱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那么我们怎么样锻炼才能有助于防止摔倒呢 如果说大腿肌肉力量 小腿肌肉力量 以及平衡感练好了 那么这个防摔的这个功夫呢 也就练好 那咱们就说一说呗 怎么把这三点咱们练好呗 首先我们说这个大腿的肌肉力量 很简单 特别是这个中老年龄 年龄大的 我们不需要去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 那么大腿的肌肉呢 主要是身洗关节 以及这个曲宽 也就是平时我们蹲下 站起这个动作 是由大腿的肌肉所控制的 所以说我们要想练大腿的肌肉力量 就做这个蹲起 特别是一种静蹲就可以 我们可以用手 扶着点这桌面 然后呢 曲宽曲息90度 静蹲 维持5到10秒钟 那么我们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呢 就达到了很好的这种收缩作用 然后呢 逐渐地站立 站立 休息5到10秒钟之后呢 再蹲下去 维持5到10秒钟 如此反复 每天呢 练个10分钟左右 大腿的股四头肌的肌肉力量呢 就会练得很好了 就是大腿的 小腿还有吗 小腿的肌肉力量 刚才我说了 主要是对环预关节起作用嘛 对吧 所以我们练小腿的肌肉力量 就练垫脚这个动作就可以 仍然是 特别年龄大的朋友 要用手扶着点这个桌子 或者是墙 然后呢 我们把后脚跟抬起来 也就是平时我们垫脚 用脚尖着地 当两个后脚跟都抬起来 那么维持10秒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小腿后方的三头肌呢 它就已经很好的这种收缩了 强度也很大了 那么10秒钟之后呢 后脚跟着地 再休息10秒 然后再抬起来 再练10秒 也就是垫脚反复地练 可以锻炼小腿后方的肌肉 一般一组呢 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 所以说小腿的肌肉力量 大腿的肌肉力量 你都锻炼好了 那么自然就不容易摔倒了 那对于平衡力的训练 有什么单独的方式方法 平衡力的这个训练吧 就是方法很多 那么适合老年人呢 我们要选择一些简单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脚的底下 放一些软的这些物品 比如说枕头啊 或靠垫 两只脚站在枕头或靠垫上 然后呢 在这个枕头或靠垫上 练习走路 那么此刻我们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脚后跟 不时尚 像采棉花这种感觉 那么此刻呢 我们大脑就会维持 或者说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 去协调这种 不时尚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枕头上 软的物品上走路 或者软的床上 练习这种走路 都有助于平衡感的练习 10到20分钟为一组就可以了 一天做梁祖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我就是血压吧 最近有半年了 吃药降不下来 我建议你呢 把酱脂药加上 复查一下你的血脂的指标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我是都市频道节目主持人楚军 我是天阳 我是小川 养肺 护肺 从我做起 这些妙招送给你 良好作息很重要 早睡早起 身体好 科学锻炼 有一套 步行游泳 家慢跑 养护肺健康 人人少不了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城大方圆 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核心连锁 共同举办 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 凡满肢 哮喘 肺气肿 老壳传患者 拨打电话400-166-4699报名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价值129元 爱肺礼包 只可贴 南京同仁堂秋梨膏 免费送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青 我就是血压吧 就是从最近有半年了 吃药降不下来 我高压不高 高压是最高是140多 但是低压始终在90到110之间 我早上吃的是 血沙坦和那个 本黄酸地平片 晚晚又加了一片本黄 血压还是在90多方 你高血压总共多少年 就一百以下 这个又年头了二十多年了 你是最近半年 血压开始不好控制的 那你最近半年 体重有没有增加 体重没有 睡眠有改变吗 体重没变化 睡眠也没有什么改变 饮食也没有什么改变 睡眠房 饮食量小了 然后你最近体检过没有 血脂稍高点 目前我们国家和世界的高压指南 对于高压的患者 就算是你吃的降压药 血压正常的时候 你的血脂低μ子弹白 打过程水平 应该降到2.6毫米以下 所以你高都肯定是 正常值的上限都超出了 所以你一定是超了不少 我建议你把降脂药加上 复查一下你的血脂的指标 还复查一下你的血糖的这些指标 看一看 这些会影响你的血压的 把盐减下来 运动量适当增加 然后把血脂的血糖看好了 然后把睡眠调整好了 这个基础上如果还是不行 建议你还可以再加一类药物 而不是单纯把本黄酸氯 地平这一个盖里折抗剂 加成两次 所以应该去体检 查一下它颈动脉超生 有没有问题 眼底动脉有没有硬化 查着冠状动脉吸踢 有没有狭窄 做着肾脏超生 这些是您需要做的检查 综合这些 我觉得您把血压控制下来 是有很大机会的 但是需要明确这些事情 我媳妇今年59岁 她的症状是上床休息的时候 不管坐着躺着 心里都正常 起子左右 一下地走路 心跳就快 差不多的跳到100多下 去医院检查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血压正常 有心率不齐 现在不能下楼 只要一动 心跳就加速 心慌 心跳不规律 就想问问 像她这种情况 来怎么办 从我们临床来看 一定要把心脏和肺脏 两个器官的功能进行评估 首先心衰的人 或心功能很差的人 已经不能待场了 稍微一活动 对她来说就是相当重的负担 所以心率会反复地增快 这样才能完成她这次的生理功能 另一种就是肺脏有问题的时候 一活动 心脏同样也是 因为肺脏是养合的一个器官 所以心脏运动的过程当中 心脏心率增快 它是需要耗养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一活动就气喘 两方面的因素一定要考虑 一个是心脏 一个是肺脏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只查了心脏 没查了肺脏 可以做着肺吸体 肺功能 看看这些 同时再建议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严重的肝功能损伤 肾功能损伤 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 带着这位家人到医院 去做一个更全面 详细的全身体检 然后还要重点评估好 你的心脏功能和肺部功能 那怎么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健康专家号呢 途径可不少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 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在里面给我们留言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跟专家一对一 连线的机会了 齐黄小锦囊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上海论教研室主任 王树鹏医生 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今天您这锦囊里边装了什么妙方啊 最近呢有不少朋友 因为食欲不振 胃胀消化不良来找我 我给他看完之后啊 开了这个小房子 你要说健胃消失片啊 还是大山楂丸呢 我看看啊 食欲不振 山楂不是正对路子吗 撕腻伞是管啥的 它也是消失机的吗 是因为最近 因为食欲不振来找我的人啊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闷闷不乐 情绪不稳 也就是说干气不舒 眼瞅着要过年了 不少人啊敢工作忙着准备 受情质影响 胃胀不消化 中医上讲啊 叫肝木横刻皮土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还有一些呢 上了岁数的老伙伴啊 看着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啊 带着对象回来 自家孩子啊 还没有朝落 闷闷不乐 也没啥胃口 撕腻伞呢 它就四味药 是吧 柴壶能够疏干解瘀 是吧 植食呢 能够行气 白勺呢 能够养阴揉肝 加点甘草呢 调和猪药 所以这四味药啊 它具有很好的 疏干 行气 来增强食欲的作用 那具体用法用量 是咋用的 甘草只是柴壶 勺药 各六颗 煮水之后啊 每天服用三次 刚才我们的小庙方 如果您没记下